好 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供应数的制造办法一呢 加减凑 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你观察到有两个数非常的接近 可能就差一差二 那我们处理一下就可以 那当然了 肯定很多同学也都会知道 既然有 是吧 这个制造办法一 那肯定就会有什么 制造办法二 不过呢 在讲解制造办法二之前呢 我们也先要知道一个前置的知识 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先做一个小拓展 先了解一下这个知识 这样我们再来做第二种 够整供应数的办法 你才能够比较的清楚 或者能够明白怎么回事了 好 那么这个同样的 也是我们在成法当中比较重要的 不是绿了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同样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同学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各位同学 咱们来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现在呢 一共有24个苹果 要分给两个人 那一个人应该能分几个呀 12个嘛 对不对 那最后是不是就相当于24 说明才等于2乘12 两个人一人12个 是不是一共分了 24个苹果 好了 那现在呢 我还是这24个苹果 但是这一回呢 这个发现人多了点 不再是两个人了 对吧 像什么炎炎啦 洋洋这种大吃货 对吧 就听到了 赶快也过来要分了 要来抢 那这个时候发现 变成了4个人 那你只能怎么办呢 一个人分6 那只能就一人分6个了 哇塞 这数量减少的也太夸张了 对不对 但同样的 4乘6 是不是还是应该等于24 好了 那各位同学 咱们来看 这两个乘法算是 最后算完了结果的成绩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把它们两个乘数比较一下 你看 原来呢是两个人 现在变成了4个人 人数变为了原来的2倍 所以每个人分的这个水果数量呢 就变为原来的一半了 那也就是说 在做一个乘法的时候 如果我把一个乘数扩大了几倍 而另外一个乘数相当缩小同样的倍数 比如说这个扩大两倍 这个缩小两倍就变成原来的一半 那最后的成绩呢 还是 还是相同的 没有发生改变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乘法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性质 它叫做几补变性质 在乘法当中 把一个因数扩大或者缩小 若干倍当然零除外 而另外一个因数堆着 你看如果这个因数扩大 那我就缩小 如果这个因数是缩小 那我的另外一个因数就扩大相同的倍数 那么最后的成绩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这一点同学们能够明白吗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乘法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叫做几补变性质了 了解了几补变性质之后 那接下来就跟随大老师 一起我们来看一看 勾音数的第二种制造办法 是什么样子的呢 来计算 888乘以111 加上222乘以556 好吧 同样的 读完了之后 怎么样 没有 有相同的因数吗 没有 也没有 对吧 前面是888 有有有 后面是22556 没有相同因数 那另外一个同样的 有没有特别接近的数啊 差个1差个2的 没有 正好吧 这都基本上也差几百呢 对不对 那也就是离没有相同的因数 也没有离得特别近的因数了 但是一样的各位同学 没有相同的因数 没有就差1或者差2的数 但是我有什么关系的数呢 倍数 是不是有 就有倍数关系数吧 比如说 前面有一个888 我后面的这个222 888 是不是222的4倍 或者有朋友拿过听到的是 111和222 它应该是2倍的关系 各位同学 有倍数关系了 比如说你看 这个数是8 这个数是4 84的2倍 意味着我就可以把8写成4乘2 4乘2 后面有个4 就意味着有什么了 是不是就有相同的因数了吧 所以如果没有相同的因数 也没有就差1差2的数 但是我有具有倍数关系的数 比如说 反正是不是一样 也可以找到相同的因数吧 好了 那么对要交据来讲的话 前面的这个乘法算式当中 888或者121 跟后面的222 是不是都能够有倍数的关系 同样 我们选一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到底你选哪一个 都是可以能够解决的 那比如说 我就选择888这个数了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处理 我们会知道 888跟222 是不是恰好具有4倍的关系 对 那么现在 我是不是就想把888 变成222 那需要怎么办呢 嗯 除以4 是不是888除以4 才能变成222吧 嗯 那我这题是不是就会变成这样的结果了 那这个数就变成了888 除以4 乘以111 加上222 乘以556 是不是这样就OK了 然后就变成了222 乘以111 然后加上222 乘以556 OK 一起公平数 数就轻松加EZ了呢 不对 诶 为什么呀 这个 多了一个除以4啊 嗯 那很明显的朋友们发现 现在你的操作 数将来把第一个乘数 888 除以了 4 那么如果你就只多了一个除以4 那你想想 那么你的这个式子 跟原来的888 乘以111 还相同了吗 不相同 那也就意味着你现在往下做的这个运算 是我题目当中让你做的这个算数的吗 不是 根本不是了 也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这画等号 这等号你能画吗 嗯 不行 这是不可以的 那么不可以原因就是因为 我原来就是888 乘以111 但现在呢 你做了一个888 除以4 是不是相对这个成绩会改变了吧 嗯 那马上 我为了让这个成绩不改变 你这除以4 相对是不是缩小了4倍 嗯 那咱就让另外一个成数 扩大四倍 扩大四倍 所以我就让111 乘以4 嗯 这样是不是才是合理的吧 嗯 好了那这样的话 前面算完就是222 那么111乘以4就应该是 400 444 好了 你现在算的这个式子 是不是才是跟我原来的式子 是一样的结果吧 嗯 好那到这儿是不是就 很easy了 一个222 扩号里面是444 加556 最后 是不是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 是不是就诞生了呀 嗯 好了那这一道题来讲 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子的 找到既有倍数关系的数 再利用积不变的性质 我们把前面这个数做一下改造 那么最终就可以得到 我想要的那组供应数了 当然呢 等到同学们做题 做得非常非常熟练的之后 可能呢 我就不需要 这样的一组处理方式 我可以就可以直接把它转化成 谁成谁的形式了 不过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需要同学们认真真的 按照我们的这个 既不变性质 来进行相当处理就可以了 好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解题过程 那么把我们的8828和111 进行我们的既不变的性质的方式 进行这样的处理之后 最终可以提出222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22万2000了 那么这道题目带给我们的 就是我们构造供应数的第二种办法 那就是利用参谋的倍数 来凑出相同的供应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